抽烟多了对身体不好 以后没有应酬的时候就别抽了 今天有点心烦 以后不会了 黑莹桃桃以后随时监督我 都已经这么晚了 奶奶还不回来 我想出去看看 沈定北陪着她呢 你别担心了 Zither Harp已经安排人看着她了 刚刚打电话来说 去了湖岸雅树 沈定北又从云都过来了 她不是前几天刚回来过吗 怎么这个时候又回来了 难道她知道了这件事 嗯 估计是看到今天早上的新闻猜测到了 毕竟老家落线 又刚好兴想 天底下没那么多的巧合 讨论了心想 是啊 天底下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巧合 有没有查到傅锦红的消息 没有 我看这回她是铁了心 想要斩断她跟蒋浅南之间的 一切了 是平一的事情给她的打击太大了对吗 或许吧 其实景红这么多年日子也不好过 先前因为走龄的事她一直都很难释怀 现在想想 她那些年在伤害平一的时候 何尝又不是在折磨自己呢 包括后来对蒋浅南 其实她承受的痛苦也不比蒋浅南少 不然当初也不会一夜白头 平一一下去世的这么突然 这一定给了她心里很多的启示 比如 如果不早一天放手 以后会不会再发生平一这样的事情 她不敢赌 也不敢再拿蒋浅南去赌 怎么能这样悲观呢 平一这个事情就是个意外 她真的太悲观了 不怪她太悲观了 可能今天换成对象是我的话 我也会这么做的